深夜十点陪你读书 嗨 大家好 这里是十点读书 我是素年锦时 我在仙鹤居住的地方 河南鹤壁向你问好 今天你过得好吗 今天呢 我要带领大家认识一位 来自我们河南的 八龄后白发校长爷爷 听完之后 请不要忘了 在文末点一个在看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操场的秋千上 一位头发半白的老师 坐在一位小女孩身旁 小女孩的手里握着一根香蕉 脸上挂着一滴晶莹的泪珠 原来 小女孩刚转来新学校 因为想家而闷闷不乐 老师带她出来谈心 一番安慰后 小女孩的情绪慢慢稳定下来 这一幕发生在近日的 河南州口二郎庙小学里 而这位老师便是走红网络的 八龄后校长爷爷 张鹏成 为了建校 他全力以赴 排除万难 几年的操劳后 他满面皱纹 滑发丛生 整个人 有了与年龄 极不相衬的沧桑感 曾有记者问道 这么难 为什么还要坚持 镜头前的他 激进哽咽 农村的孩子 总要有人来陪 一句朴实的话语 倒出了他的心声 也戳中了 无数人的泪点 放弃城市的高薪 投身乡村教育 他只想让农村的孩子们 见识到更广阔的世界 事实也是如此 他用实际行动 诠释了诗者大爱 为一代代留守儿童 护住了知识的天堂 追梦的路上有崎岖 最重要的是不放弃 看完他的故事 你就会明白 只有坚守梦想 才会成真 张鹏城的出圈 还要从鸡腿女孩 留虾女孩说起 去年先后爆出的 两个视频中 小女孩舍不得吃掉 餐盘中的鸡腿 大虾 都是要带给 自己的妈妈吃 女孩们的暖心之举 引发热议 他们怎么这么孝顺呢 很快 网友们从他们所在的 学校校长 张鹏城身上 找到了答案 诗者如光 微以致远 只有心怀大爱的老师 才能培养出 爱心满满的学生 紧接着 热心网友贴出了 他的不平凡的事迹 一时激起千层浪 他被推到了聚光灯下 多家媒体争相报道 按理说 在学生的心目中 校长是学校威严的象征 不曾想 记者去采访时 却看到了另一番景象 张鹏城 俨然妥妥的孩子王 孩子们将他团团围住 有的像书带熊一样 挂在他的身上 有的给他捶背 有的帮着拔白头发 有的捏他的脸 吃饭时 他会把好东西西数分给孩子们 孩子们也会把自己碗里的肉 或大虾 夹到他的碗里 他们之间 完全没有师生之间 惯常的身份和疏离 一切都自然而然 有网友戏称 张鹏城在课上是老师 在课下是共享爸爸 德国著名哲学家 雅斯·贝尔斯说 教育的本质 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 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 一个灵魂召唤另一个灵魂 孩子们留守在家 缺乏父母的关爱 张鹏城就是他们 无知可依实的大树 为了孩子们 他甘愿舍家抛业 之所以如此后代孩子们 也跟他的经历有关 早在读小学时 他遇到了善解人意的 王老师 连续几年 他和几个同学 在放学后 去老师家里写作业 抑或是在那儿吃饭 因为数学成绩好 他经常参加各种竞赛 每次外出 王老师都会陪同 而且还自掏腰包 负责他的食宿 等所有的费用 曾经 王老师事无巨细地关心 温暖了他的学生时代 如今 他用爱 滋养了孩子们的心灵 孩子们懂得了共情 范高说 爱之花开放的地方 生命便能欣欣向荣 正因为这份 无微不至的陪伴 每个孩子的脸上 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整个校园 也焕发着朝气和活力 也看过这样一句话 最好的教育 莫过于 以生命影响生命 以灵魂唤醒灵魂 张鹏城的教育 无疑是成功的 他给予孩子们的 远远不止于鸡腿和大虾 还把爱 传递给每个孩子 同时 也让他们学会 感知爱 去爱人 所以 女孩们留下了感动 也留下了榜样 因为受到过 王老师的贴心照拂 初中毕业时 张鹏城 报考了师范学校 三年后 回到二郎庙小学 当了一名代课老师 可薪水微薄 实在无法负担起 一家老小的开支 他毅然南下 进入浙江一家 食品厂打工 成功不靠秘诀 唯有踏实肯干 稳重的张鹏城 很快就被提拔到了 管理岗位 待遇和身份 让村里人无比羡慕 事业有了明朗的 发展前景时 他还收获了 心仪的爱情 两人成婚后 有了两个儿子 按说 这般幸福和美的生活 一般人都会觉得知足 然而张鹏城 却有了新的念头 只因心中的教育梦想 一直都在 2012年 家乡举行招教考试 他顺利通过 受命在一些学校 轮流任教 仅仅过了六年 二郎庙小学 面临着彻点并校的危机 这也意味着 有些孩子 要走更远的路去上学 甚至还有孩子会辍学 考虑到这一点 即便当时操场上野草横生 教室里破霸不堪 张鹏城也想留住学校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 申请回到二郎庙小学当校长 获准后 他立即开始行动 经费不足 他把原本要用于自家盖房的钱 拿出来修缮屋顶 改造食堂和宿舍 实在缺钱 就刷信用卡 数额高达十几万元 最困难是 信用卡刷爆了 一度还不上 他陷入一贫如洗的困境 头发肉眼可见的白了 一道道皱纹 也爬上了眼角眉梢 可是人生没有退路 自度才有出路 作为学校的顶梁柱 再大的压力 他得撑着 人员不足 他身兼多职 老师 采购员 宿管员 清洁工等 统统不在话下 哪门课却老师 他就上哪门课 算得上 不折不扣地 替补队员 为了省钱 他凌晨三点 开车出门 到二十多公里外的 集市上买菜 厨房师傅有事不在 他便系上围裙 亲自掌勺做饭 孩子们上课时 他又化身清洁工 拿着水管 去冲洗厕所 数不清的日子里 有苦也有甜 得了空 他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 孩子们又亲切地喊他 校长爷爷 与大众对留守儿童的印象相反 这些孩子们的言谈举止间 看不到怯懦和孤僻 反而都是外向开朗 乐观自信 不得不说 张鹏成功不可没 一天天 一年年 他用点点滴滴的陪伴 填补了孩子们的心灵空缺 也培养了孩子们 优秀健康的心理品质 正所谓 心中有所向往 不惧 道足且长 梦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对于肯干的人来说 是一线之隔 对于躺平的人来说 是直尺天涯 半学过程中的种种磨难 张鹏成都一一扛了过来 古诗云 春残到死 丝方尽 蜡炬成灰 泪屎干 他像一根 慢慢燃烧滴答的蜡烛 不仅照亮了自己的人生 也照亮了孩子们的未来 张鹏成频频爆红后 各地的捐助也纷纷而至 校园得到了改建 展新的教学楼 宿舍和餐厅 也陆续建了起来 不过 人红是非多 他也没有例外 有人质疑他 一个人改变不了现状 有人骂他 故意博得同情 骗取募捐 有人嘲讽他 想通过流量变现 面对这些冷言冷语 他淡然一笑 我只是一位普通的老师 受到关注 也很激动 但比起这些 我更想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 尽职尽责 他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不少商家冲着他的名气和热度 向他开出了带货的丰厚条件 他一一婉拒 他不想分心 只想继续认真办学 全身心地铺在教育事业上 在巨大的物质诱惑面前 他毫不动摇 只为坚守心中的教育梦 对任何人来说 苦尽甘来的那一天 山河星月皆为贺礼 张鹏城的梦想也在逐步实现 经过四年的奋斗 二郎庙小学成了学生向往 家长信赖 社会点赞的学校 新学期开始 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慕名而来 学生数量也从之前的27名 增加到了280余名 学生队伍的不断壮大 意味着责任越来越重 他不以为苦 反以为乐 孩子们是他的精神支柱 他在陪伴孩子们成长的过程中 内心也获得了 恒久的充盈感和幸福感 张鹏城是单惊结律的奋斗者 也是知行合一的实践者 自始至终 他都凭借顽强的精神和毅力 坚守着教师这份崇高的事业 而每一个坚守的光点 都值得被看见 2021年9月 他荣获出彩河南人 最美教师特别奖 两个月后 感动中原年度教育人物评奖中 他又榜上有名 今年初 他再次被评为 第七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 网友纷纷留言 获此殊荣 他实至名归 他用自己的坚守和付出 为山区孩子打造了成长的乐园 也托起了他们改变命运的美好希望 自然 这位最不像校长的校长 配得上所有的鲜花和掌声 这一生 谁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 但我们依然应该追求梦想 因为 每一份努力都不会被辜负 每一份付出都将会有收获 所有的坚守也终将闪耀 曾有一段颁奖词 这样赞颂张鹏成 你以父亲的心态做校长 倾心倾力陪伴孩子成长 你在网络上不易走红 红的不仅是故事 更是炽热的情怀 他以诗者之名 行父之爱 作为一个小人物 他有能力去成全别人的梦想 也就有了慈悲温和的大情怀 一支粉笔 三尺讲台 振兴乡村教育 两袖微尘 四季耕耘 祝梦光明未来 在平凡的岗位上 张鹏成用坚守二字 书写了精彩的人生华章 漫漫人生路 几多坎坎可图 斯王已 唯有坚守本心者 方得始终 也唯有坚守 我们才能脚踏实地地 去丈量前行的路 才能勇敢无畏地跨越障碍 才能使梦想变成现实 好了 今天的文章 我们就分享完了 更多美文 请继续关注《十点读书》 也欢迎把我们 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在阅读里 遇见更好的自己 我是素年锦时 祝你晚安 做个好梦 祝你晚安